大家好,然后今天的话是我对大家展示一些关于我平时穿的衣服的颜色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平时喜欢穿的衣服的颜色的话就只有三种黑白灰 就是黑色 然后 白色 还有就是灰色 就是基本上包括了我所有的衣服的穿搭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的一个外套 这个的话就是我的一个羽绒服外套 很明显 它是黑色的 它是黑色的一个衣服 然后 因为我很喜欢黑色的衣服 这是黑色的一个外套 然后可以看到我的一些卫衣 然后它的颜色的话都是以灰色为主的 它都是以灰色为主 然后我的一个胯包 这是我的一个胯包 包包 包包 然后它是这样胯在身上的一个背包 然后它也是以灰色为主 然后以及我喜欢的一些帽子 以及我喜欢的一些帽子 就是这个帽子 它也是以灰色为主的一个帽子 然后还有就是之前 灰色 然后在新西兰买的一个帽子 它都是以灰色为主 黑色或者白色 还有这个灰色 然后我很少有其他颜色的一些衣服 所以说大家就是觉得我特别穿的特别像一个熊猫 就是熊猫的话 大家都知道 就只有两种颜色 就是黑色和白色 所以的话 这就是我所有衣服的一个展示 然后 然后的话 我的一个睡衣 对 这是我的一个 就是披肩的一个睡衣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披肩的一个长的一个睡衣 然后 它也是灰色 然后 包括说 我的一个裤子 这是我喜欢的一条裤子 一条裤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 然后它也是 黑色 它是黑色 这条裤子 它也是黑色的 然后 以及说 我的 一个 呃 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毛衣 毛衣 比如说我的一些毛衣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一些毛衣啊 毛衣 它也是黑色 所以 然后 还有这个睡衣 它是一个熊猫 它 就像一个熊猫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熊猫 它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熊猫形状的 然后 它也是 黑白 就是 黑色 白色 黑白灰柱 的一个衣服 所以我 所有的衣服里面 基本上都是 黑 白 灰 这三种颜色 然后 今天就是关于我的 呃 所有的衣物的一个分享 然后 以及我喜欢的 穿着的一个颜色 黑白灰 然后 今天就 呃 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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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